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以及对流发展旺盛 西洋局6号晚间在宜兰以及花莲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其中瞬间的强降雨也造成花莲部分路段 骑楼开始积水 甚至连民宅也出现漏水的情况 淹水了 下个大雨而已就淹水了 大雨下个不停 花莲市区出现积水情形 停车场那一段的水往这边灌 大概几点的时候 第一场是七点多到八点九点之间 另外一场是九点半开始到十点这一边 都已经到这个踏板上来了 机车踏板 机车踏板 为什么这不是有排水沟吗 都宣泄不了 6号晚间七点多 花莲市区下起暴雨 于是来得又急又快 排水不急积水处处 市区中山路地下道的机车道 最深处到大腿 不光如此 德光六间地下道因为紧邻西边 溪水也整个淹上了道路 警方立即关闭闸门 另外在吉安道路的人孔盖也被喷动 民众听到声响外出查看担心车辆经过发生危险 外面下大雨 民宅内漏水不停 也跟着下起了小雨 我们花莲是从昨天半晚 因为它整个高压移动 整个风向做转变 我觉得偏的比较像东风这样带进来的水气 雨势集中 花莲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积水情形 随着高压减弱雨势也渐缓 积水也逐渐褪去 还是有大雨出现的可能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记者综合报道